大家好,我是小杜 上世纪90年代,美国领导的军队对伊拉克发动了军事行动 这场战争中,美军率先采用信息化作战方式 使用了激光制导导弹和高精度炸弹 仅用42天便打垮了号称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伊拉克 而自身仅损失百人 海湾战争让全世界目睹了一场高科技战争 也让苏联引以为傲的钢铁洪流再也不能对美国构成威胁 但其实在海湾战争之前 美军就向世界表演过一场全新的作战模式 早在海湾战争爆发四年前 美军就牛刀小事取得了不菲的战果 这场战斗就是草原烈火行动 利用现代化作战方式 美军只用了短短11分半就结束战斗 被局座称之为人类战争史上用时最短 1986年3月 美军第六舰队攻击群在地中海进行军事演习 共集结了三艘航母 34艘作战舰艇 240多架作战飞机 3月24日 美军越过北纬32度30分死亡线 发起草原烈火行动 利比亚空军紧急出动 对美军战机发射了多枚防空导弹 但在电子干扰下全部落空 美军进攻后 战机从塞拉托加号航母上起飞 摧毁了利比亚防空导弹部队的新型制导雷达 战斗在11分钟内结束 利比亚损失5艘导弹巡逻艇 两座防空导弹发射阵地 150余人受伤或阵亡 而美军无一人伤亡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战果 是因为美军广泛使用了指挥自动技术系统 电子战 精确制导武器等 突破了必须陆军参战 地面占领 然后进行武装对抗的传统战争形式 在这场空袭中 美军各兵种配合默契 深恩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得意地表示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空海军联合作战 草原烈火行动是战争史上 第一次精确的外科手术式打击 美军率先采用卫星侦察 对传统的地面武装进行了降维打击 在此之前 所有国家的作战思维 还停留在地面大兵团作战阶段 空中力量只是辅助 而不是主要作战手段 美军却反其道而行 运用信息优势把空中作战作为主要作战手段 完全颠覆了传统作战方式 尽管这场战斗规模很小 给其他国家带来的震撼却是巨大的 比海湾战争更早地给世界上了一课 感谢收看领路军舞 下期再见